晚安晚上7点钟啰 欢迎观众朋友持续跟伊伦加入新闻重点直播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新闻谈时事议题 所以欢迎观众朋友持续在留言区里头告诉我你对新闻的看法 我们等一下也把你的留言念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或许你有不同的新的意见或是新的知识可以告诉我们 好今天是礼拜二哦 不过我看观众朋友应该对于今天全台雨下不停哦 感觉到可能有点忧郁 但是这个下雨的场景哦 却让这个黑人陈建州有一幕让大家觉得哇蛮特别的 他在雨中最后是鞠躬比了赞离开上车 好为什么呢他到了北柬这边哦 好不知道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黑人陈建州的性骚风波事件呢 其实就在6月底左右的时间哦 那时候艺人大牙说指控黑人在11年前曾经在香港的一间饭店有对他这个性骚 所以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好事隔了一个多月时间哦 帮大家算一算大概是50天左右的时间黑人都没有现身 不过他今天在北柬这边这个出庭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哦他就告了大牙说要求偿千万 不过后来这个民事改成形式哦就变成这个诽谤 那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很受社会的关注嘛 所以今天他也是首次的现身 那他也有受访哦 他说他会捍卫自己的清白 卷入性骚怡云黑人陈建州省英50天首度现身 一身黑色西装面对媒体态度冲容 先让我报道 先让我报道 遭艺人大牙指控性骚扰演绎形象重挫 黑人反击提告诽谤罪 16号首度到北柬出庭 今天就是来 透过法律来 他会自己清白 经过40分钟停讯 陈建州没快闪 选择停下脚步对外说明 首先先谢谢各位的关心 由于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 然后也跟大家报告 接下来呢还是持续会用法律 来捍卫自己的清白 不过被问到大牙的指控是否不实 以及是否会对微风女神郭媛媛提告 他都不愿回应 这起事件从6月底爆发 大牙现在脸书发签字文 指控11年前到香港录节目时 遭当时的老板黑人闯进房间环保 黑人否认姓骚 隔天火速对大牙提告民事求偿千万 同一天微风女神郭媛媛也跳出来指控姓骚加一 发生实地还是范伟奇怀孕期间在黑人家里 单范范在IG发现动力挺老公 相信他为人正直 直到7月24号黑人撤销民事诉状 没想到又改告刑事诽谤罪 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 也没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样 迷途风波席卷演艺圈 黑人是第一件以告诉人身份到北柬出庭的艺人 离开时没有律师或经纪人陪同 独自艺人淋着大雨走上车 上车前还不忘这个动作 好我们看到黑人在雨中鞠躬 比赞的这个画面确实感觉蛮特别的 好那我们今天也要持续再来关注 黑人陈建州的性骚风波事件 因为不要小看 这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性骚案件 但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 所以有蛮多东西是可以讨论了 所以观众朋友跟我们加入一起来讨论 那今天要来跟我对谈的现场是 社会组的文字记者吴欣燕 欣燕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欣燕今天要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黑人陈建州的这个事件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里头的妹妹格格 对必须要知道 我们先看到因为黑人告大牙首次出庭 他因为他是这个主告人 对对吧 那但是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转折 因为律师发现说有一个可能的发展性 是没错 就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啦 这个案件是进到了这个法律的层面了嘛 那就是以黑人跟大牙来说呢 就是他们必须要互相的去举证嘛 大牙这边就可能就是要举证说 因为他现在是告毁谤 对他就是要 黑人告大牙毁谤 对毁谤那毁谤的部分他可能就是要 说我没有或是怎么样 那大牙这边有利的地方是因为他大牙有 当时还是有他的那个闺蜜跟这个化妆师 在房间里头 所以其实现在检察官也可能会就是约谈 这两名算是证人的部分 就是要他们讲说还原一下当时的状况 那像今天成建州他就是被第一次出庭了嘛 那我们就有跟律师讨论呢 那可能会问他什么问题 那律师一样也是说可能检察官会问这个黑人的部分 就是说那你当天整个状况啊 你有没有进到这个这个房间 那你是不是住这边 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住上下楼 会从细节里面呢 就是去挑说他们两个现在的状况 那刚刚说到呢 某一个那个转折 那个转折的部分就是因为大牙那时候跳出来 是me too风波嘛 所以当然就是会跟比如说提告的方面是有关的 所以现在就是有律师就建议了 有可能大牙可以去提告 因为性骚扰已经过半年没办法 可以提告强制猥亵 是 对对对 然后就提告强制猥亵 会让说 那这个成建州黑人的部分会不会从 就是原本的告诉人会变成刑事的被告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在讲说这个案件的法律攻防嘛 但是也有另外一派的律师 他们是认为说 如果他们是比如说大牙的律师 他们有人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可能大牙会有筹码 比如说变成说他两个跟黑人互告 会有筹码说变成私下和解 但是另一方的律师是认为说 他不建议大牙提告 第一是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已经比较久远 比较难举证 那万一到时候真的变成不起诉的话 那有可能不利于大牙会比较利于成建州 就是两边律师的看法不同 对所以整个统整下来就是 因为这个跟法律有很大关系 一般民众对于法律的知识 见解可能没有那么的强 因为说实话 一个人一生当中要到法院的次数 可能有人真的是从零 没有去过 意思就是说因为今天是黑人提告 大牙刑事的诽谤 所以其实黑人自己就必须要先举证 对 他要提出说他为什么要提告 大牙这些东西 所以可能就会传唤相关的证人 就是十一年前 我也重新去看了大牙的这个文章 十一年前最关键的证人 我想第一个应该就是 后来到他房间的闺蜜 还有化妆师 因为大牙有说 后来这个黑人不是有打一通电话给他吗 说牙妹啊要不到上楼看DVD啊 然后这两个人不是有隔着电话听 所以到底有没有自通电话 大牙有没有说谎 或是黑人真的有没有打自通电话 这两个当然就是关键证人 还有一个是经纪人 因为大牙不是刚开始还给他说 我给他是经纪人的防号 结果黑人不是在电梯说你骗人啊 那是你经纪人的防号 所以这些可能都会是相关要传唤的证人 那这个证人到底会站在大牙这边 是讲状况还是黑人这边 这就是后续必须要讨论的 所以确实如果黑人他没有办法举证说 他有这个是他被诬告或是诬陷 为什么要告 对 他有可能自己反而变成被告 对这个状况就是整个就是这样 好当然因为这个攻防确实非常的激烈 也尤其11年前的事情 这个相关人等记不记得这么清楚 恐怕都很难说 所以我们赶快再来带大家看一下法律攻防 陈建州否认姓骚还对大牙提到诽谤 不过根据大牙的指控 整起案件已经是发生在11年前了 相关的人证物证恐怕现在都很难找到 但陈建州身为告诉人 就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 11年前陈建州和大牙在香港主持节目 被指控下节目后闯进大牙房间性骚扰 当时的饭店监视器已无法复原 陈建州不排除会找出11年前 能证明他行踪的证人 提出不在场证明 但目前只有大牙有证人 案发后他询问化妆师和闺蜜如何处理 表示他们曾目睹陈建州打电话来邀约看DVD 离开前还叮咛记得锁门 检方接下来将传唤这两位关键证人 和大牙的说辞交叉比对 有律师分析诉讼有时是个手段 未必要分出胜负 最后结果可能是个合局 性骚扰防治法的25条 他也是告诉乃论罪 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北方罪 他能够证明说是真实 可是如果说又是属于这个 性骚扰防治法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两边都是属于告诉乃论的话 这件事情未必没有和解的空间 除了大牙 微风女神郭媛媛 也跳出来控诉黑人性骚 描述的案发场景被揪出 和黑人曾拍摄的办公室影片有几分相似 杀伤力不小于大牙却没因此挨告 让外界不解为何只针对大牙提告 卷入姓燥云黑人形象重挫 但认识他30年来好友唐志舟 选择相信他的清白 他这几年对台湾篮球上面的贡献 照顾家人孩子 所有认识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为人 所以希望他可以加油 陈建中目前战列告诉人 检方调查还原真相 若过程发现对大牙有利的市政也会主动分案调查 陈建中是否能一直保持告诉人的身份 目前都还有变数 TV月讯无缺捷御席台北报导 好我们刚刚新闻中也有讲到说 黑人为什么没有告郭媛媛 不知道观众朋友要不要帮大家回复一下印象 其实是在6月27号收大牙发文 那马上在隔一天 其实黑人就向大牙求偿了1000万 对不对 好但是那天的晚上我记得 这个微风女神郭媛媛就写了一个露露等的脸书 没错 文笔非常的好 对 巨细迷 巨细迷细节也很多 好但是呢 诶就到这边了 黑人只告了大牙 没有告郭媛媛 诶大家很好奇到底为什么呀 没错就是因为呢 我们帮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同事去做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其实有求证那个黑人那边的 问了这一题说 诶那郭媛媛的部分未来会不会提告 但是他们目前是不回应的 所以我们就是问了很多律师他们的一些建议 有一部分的律师他们是猜测 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看这个时间轴嘛 是有这个大牙的爆出来 没错对 然后他就求偿了一千万嘛 黑人求偿一千万 那隔当天晚上呢 这个郭媛媛他就发了文了 所以现在有一派的律师他们是认为说 诶有没有可能会有连环报的迹象 对就会不会说 诶我又如果跑出一个郭媛媛 我又报了郭媛媛 又跑出了第三个女生 那这样子没完没了 对于陈建州来说 不是一个有利的方向 而且毕竟他也原本从民事求偿千万 改成刑事北棒 没错 所以他可能也不敢再有其他的法律动作 对 那另外一派的律师是认为说 在过去的经验来说 以这样子的案件啦 他们过去的经验是 比如说这样子信销案件 有可能会倾向双方有私下和解和解的部分 那是过去的经验 所以他们也在回推回来说 有没有可能在这次的案件当中 有会不会双方有先说好一些什么东西 才不会有现在就是没有看到说 有一些法律的一些动作这样子 对所以可能性都有啦 其实现在大家在猜测也不是全然是这样 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可能性是如何 好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比较镜头外的东西 我们刚才你看到黑人有在雨中鞠躬 然后笔赞 然后甚至他有受访说捍卫自己的清白 好他在离开北检 也就是刚刚鞠躬笔赞前头 他就是受访到离开北检上车的这一段 其实有一个画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因为黑人跟这个形象上面看起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很爱家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这个黑人走的这个路程其实相当的难 因为很多的媒体跟摄影大哥 好他现在正在看到就是 他浮起了我们的往新的记者 没错 为什么因为真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就浮起了他 不过这个算蛮暖男的举动 也有时候觉得说 他是不是也觉得说 现在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是最好的 不然真的官司缠身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是他自己告的啦 也就是这样讲 没错 那当然这个推挤跌倒的这一幕 也被我们的这个心念拍到 就是有一个暖男的举动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 好不过因为这个雨中鞠躬比赞的这画面 还是 蛮有 大家应该是最后的印象都停留在这里 我觉得蛮有张力的 对 因为真的超大的 对而且他就是完全没有撑伞 然后这样鞠躬比赞 就一副就是提功倍啊 怎么这样对我的感觉 对 好但这个画面哦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代表他很有信心是不是 如果就是我们就是 讲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这个 这个陈建筑 因为在不知道大家去年就是 2020年的12月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一个新闻是跟他有关的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的 呃直览的一些球星 他们就是卷入了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私密的影片外流的时候 那当时其实也有很多的记者去 那时候呃p league的联盟才刚成立没多久 很多的记者都有关心这件事情 那当时其实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呃相处的不是这么愉快 就是跟记者之间 然后甚至是还有一些媒体 现在都可以查的到 就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有直接下标 就直接下说就是呃 陈建筑有呛记者的这种状况出现 所以情绪比较没有关系好 对情绪就比较激动一点点 那我们再反观 因为当时是球星出事嘛 那这次是他自己去提告嘛 他自己必须得要出庭嘛 那在今天来说呢 从他进到这个这个北 北建筑里面的时候呢 他其实整个过程 因为法警通常啦 进去之前法警会稍微就是挡他 就挡一下媒体 就是帮他开路 因为毕竟很紧 但是他当时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 他就说 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就要发行不要挡了 对 然后就今天的态度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nice 我们只能这样说 那再出来 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刚刚那个画面 其实就是在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平常我们采访的一些 现场的状况 就是比如说北柬北院 都会这么的急 所以难免跌倒是难免的 那刚刚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家的 就是网信的记者呢 就在过程当中 可能有被稍微推解 有点稍微跌倒的状况 那曾经说第一时间 就是也是 就直接 把人这样浮起来 而且他是不是抓手臂 不是抓手 他是直接握着他的手 把他这样子给他浮起来 然后一直到最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后面他在雨中的那一幕 所以我们就想说 诶 这样子的反转 就是态度从过去跟现在 我们有稍稍观察到 有那么一丝丝的不一样 有可能 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因为这次案件 就跟自己有关 那就是想说 在形象的部分 就是还是要 就是保持一个nice的态度 那整个过程 大家今天都觉得说 哇哦就是 曾经中今天的态度 真的是非常的nice 对 很柔软啦 没错 因为毕竟跟他有关嘛 对 我看到无人机长在问 欣燕说 你是摄影记者吗 问号 欸必须说 我们有时候文字记者 也是必须身兼着 拿手机拍的角色 又会有不同的角度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我们欣燕真的是 张下看到采访的画面 就是一般在新闻 maybe不会放进去的画面 但是今天有欣燕来跟我们讲 好但是我看到这个 雨中鞠躬比赞的这个画面 有律师觉得 乖乖的 不太舒服是不是 没有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感觉啦 会不会是 这样像这个律师呢 他就直接讲说 这个会不会是酸说 其实会不会是一把伞就好 地下 就是这边好像地下超伤 超伤就有可以买伞 就是我觉得是有点酸 有点酸啦 没错啦就是 但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啦 因为确实他这样子看 因为大家最后有印象就确实就是这一幕 对但怎么也没有助理来帮他撑个伞 或者是说对有人助理或是他自己撑个伞也可以啦 说实话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现在深陷一个这个信骚的司法风暴里头 所以大家对他的观感可能稍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没错 但是我们看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用理性的讨论在跟大家讨论 是 所以我看到观众朋友非常的认真跟我们一起 像David说描述的很完整 谢谢 因为星宴就是在现场采访嘛 对不对 所以采访记者的第一手讯息跟资料 其实是最真实也最鲜明的 现场观察 对对对对 对没错 好那这个Actually后援会说 镜头再拍当然要演一下 潜水人说say好的 这不是我们说的是 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讨论 对对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确实不一样 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来看一下不同的观点是什么 好确实现在黑人真的是头毛在烧吧 我看看这个 因为这件事情喔 大牙的反应也很重要 所以大牙透过经纪人说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出庭通知 但是黑人跟范伟奇 我们知道他生影了50天 今天是首次出庭现身 好但是他们夫妻两喔 在这个六月底之后 其实形成一直相当的神秘 就连他们出门的时候 也都会这个 刺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人在拍 所以就变得非常低调 对 事件爆发之后 黑人几乎悬疑 就连外出买东西 都还会刻意看看四周的情况 黑人陈建州遭一人大牙控诉 涉嫌信骚之后 立刻找律师书所发宣明 全盘否认指控 并说会依把追究到底 其次犯犯也接着罚文力挺 但两个人迎光目前的活动悄悄喊咖 就连外出也格外留意有没有被排 实际走访黑人脸书多次推荐的东区面店 业者低调透露 疫情之后 班前电职已经很久没看到人 但有国外旅客特地看他的影片 慕名而来 划开黑人IG發文 几乎都是篮球 更新日期停留在六月十五日 黑人三年前仇辞创办PLG联盟 卷入信骚争议之后 自请暂停局勤长身份 脸书简介也改为PLG永远的球迷 多名男艺人遭指控卷入信骚风波 不过对比上回NONO出庭 黑人进出都简短回应 而NONO有人全程紧跟在旁 面对提问也没说话 在黑人改告诽谤后 显身应讯 打压的经纪人表示 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出庭通知 有关司法仪式请见谅无法回应 从事件爆发至今黑人 十一五十天终于现身 虽然期间曾发文 被质疑将重返蓝坛 却没有出席任何一场公开活动 这次开庭态度谈认 是否预告将要付出 外界都在看 TVB的新闻 是否预讯 好外界还会持续看下去 因为这个感觉还会有一段的工访时间 好我们赶快来回一下留言 因为网友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度也很高 看到Chicken Corner说 最后的耍帅 下次出面就要哭着说 我做了社会最坏的示范 好 William谢说 如果穿过媒体不语 会不会背下标题说 低头不语穿过媒体 会 绝对会 所以各式各样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所以今天我们才跟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确实可以从这样的司法案件来讨论 延伸不同的状况跟话题 好今天谢谢欣燕 带我们掌握第一手的采访现场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好我们接着还要持续的关注到的就是 另外一个社会案件 这个社会案件 让大家觉得有点夸张 我们从以前会说 吃食物吃到饱 餐厅吃到饱 结果连毒品也有无限用吗 这不对吧 这是一名台北市的巴西南模 他的家中透过一个举行冥想聚会 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一种二级毒品 好这个二级毒品是什么呢 就是死藤水 好他的二级毒品 这个二级毒品大概相当于是大麻的状况 然后他就在家里被搜出 不过他跟这个警方说 我不知道是毒品 但这个毒品很可怕 如果你是过量就会致死 所以到底他的毒品从哪来 专案小组持搜索票进入屋内 开门的男子似乎没反应过来 进到屋子里一看 白色架子上满满各式各样的罐子 还有阔香皮 但其中放在后面这个 被远景留意到就是他有问题 插扣带回检验验出毒品成分 还是俗称的死藤水 持有者是印密巴西级的负性男模 去年八月检方接或检举在网路上看到冥想社团办聚会 直说是使用死藤水 确认住家后逮言 到底什么是死藤水 身份被验出来是二甲基色胺 大麻 一波盖因等二级毒品 死藤水源自于亚马逊部落 包含密鲁 厄瓜多以及巴西等国 都被拿来做通灵的药水 但高机量可能会导致昏迷死亡 類似的毒品案警方也曾破获过 45岁的韩姓男子为了想体验 工程自学提炼 想死汤 却因为味道太重被检举 还没通灵 直接被抓 而致命巴西男模被逮之后 工程东西通通都是朋友的 自己没实用 但坦诚持有 检方予以缓起诉之后 又出境离开 连住的地方都退足 TVB的新闻网络 烟军台湖的 好 我们持续来追踪 这个巴西的男模 其实他现在已经出境了 而且他来台 其实很多人可能在电视上都有看过他 因为他上过蛮多的电视节目 甚至有拍过广告 好 那他这个冥想 我们刚才讲他要进行一个冥想的仪式 他们每个人是大概 会拿到4到5000元 会给这个巴西男模 好 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仪式 所以呢 他们说应该获利有10万元左右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说 欸 为什么冥想仪式 一定要用毒品吗 就像这样好几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冥想 父性男模找朋友到家中 用通灵的名义让大家吸取毒品 打开邀请的简讯内容 清清楚楚写到 确认了活动日期 举行死腾水的仪式 参与的人想装作不知情 没这么容易 加油 穿着黑色背心 展现结实身材 在健身房运动 他就是邀请大家冥想的巴西集 38岁附近男模 多年前来到台湾发展 首有名气 担任模特儿的他 也有活泼的一面 会上电视综艺节目用脚画画 而另外在超商 电信 酒类和保健药品的广告中 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警方调查他自创粉砖 推广冥想活动 把大家约到台北市松山区的家中 以每人4000到5000元的费用 提供死腾水至少10人参与 活动时间长达一年 但除了住处散发烟草味 简讯内容也被民众检举 不过其实专家认为 一般的冥想活动 根本不需要药材辅助 不管是佛教 道教 或者民间宗教的这种冥想 都不会使用 这个药槽或者药水 就是一般的 纯粹让你静坐 让你沉思 假借通灵名义却像是 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的吸取毒品 除了自己背上刑责 再加上公众人物的名气 恐怕也让不少人 对冥想活动产生误解 好我们接着来来看到就是 啊 诈骗又来了 每次讲到诈骗 就会知道说 哎 花招很多 而且看的观众朋友一定说 这这么简单就知道是诈骗啊 但真的到你身上的时候 恐怕你还是没有办法预防 好 这是用什么 他用中刚的孙公司 就是子公司是中营 孙公司是这个运营投资 他就是又灭一名富人 进到这个投资群组 就陆陆续续 就叫这个富人说 这个投资有五百万元什么什么 但后来这个富人儿子发誓不太对劲 所以他们直接杀到高雄 来看看实际的公司 啊 果然 這個是騙人的 结果他们就一起联合把车手逮捕 评评想辩解 原来这名十九岁许姓女子是车手 身上证件全假的 这回与被害夫人约面交四万元美金 相当于一百三十万台币 差点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受害夫人长生的家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跑出去领钱 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就跟车手来面交 后来家人发现不太对劲 告诉他这可能有问题 他还是不听劝 直到真的查访他以为投资的公司 才知道自己遇到诈骗 受害夫人超过八十岁 退休之前做裁缝 多年来的存款 在面交八次之后 被骗走超过五百万元 期间看到APP有进账 又认为对方号称是中钢子公司 中银投资旗下管理的运营投资 这么大的企业怎么可能有问题 怎么讲他都不信 那我只能说好 那他有这个公司的名字 因为他们是假借一个知名的公司 那我们就真的就是到高雄 他们就说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也没有他们那个窗口 那个联络人 怀疑母亲遇到诈骗 七月底就带着妈妈南下高雄 亲自查证 发现受害者将近十人 金额从一两百万到五百万元都有 如今进入官网就能看到公告 诈骗集团假冒运营公司名义 招揽会员投资 在FB冒充员工 以数据分析师的名号 假结公司网页图片 成立诈骗群组加入APP 公司和所属子公司严正澄清 他们没有对外招揽投资理财业务 亲自查证 眼见为凭 最后更与警方合作抓车手 就是要警告诈骗集团 别再来了 七月花明节先走咯 好我们关注完社会新闻之后 接下来要讨论政治的话题 所以观众朋友 赶快来到留言区 跟我们讨论 因为等一下会有特别来宾 一直敲碗的 好不用我多说 大家留言版先来告诉我是谁 不过在讲整个政治话题之前 我们要先来讨论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侯友宜最近又出招了 其实他之前已经跟很多的 这个立委参选人来合照 来拍宣传形象照 结果现在呢 他又给了一个招 他说只要你们立委参选人 跟我一起合挂看板的话 我就给你20万元 好当然有些立委参选人 原本是说不会挂 但现在说会挂 诉求反贪打炸 北市议员张思刚和侯友宜 看板合体 现在听到侯友宜寄出 只要立委参选人 设置和侯友宜的联合竞选看板 就能申请20万补助 认为是团结第一步 我觉得合挂看板就是一种 就是同舟一命的感觉 特别在选举的部分 大家都在里面见风插针 说你国民党不团结 都没有跟侯友宜挂看板 我觉得像这种合挂看板的行为 就对外宣示 但自上周拍完宣传照至今 大多小机看板还没挂 上市地委陈玉珍也透露 短期没合挂需求 因地质疑然后怎么样去运用这笔补助 那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大概最近会把看板挂上去 那挂上去之后我才会来申请这个补助 只是王侯威前一天才说 没申请经费规划 就怕这20万诱因激励成效也不高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立委都会合挂看板 更重要的不是合挂看板 我们会推出更多不一样的文宣 跟所有的立委 大家团结一起往前走 拉台选情从看板下手 或许是因为先前传出郭台铭 希望全台小机跟他合挂看板 忧心裂解来赢基本盘 但四面看板20万 钱从哪里来 会有募款账户未来合法合理的使用 我想这应该不能混在一起 未来都会陆续有合体一些文宣 看板宣传等等 我们母鸡跟小鸡联合出来宣传 即便党内仍有杂音 如今入空站多管齐下 要将加成效果极大化 TVH留居杨佩宇台北上报道 好 当然看完了侯友宜的政治新闻之后 我们就要来讨论政治话题 真的很多可以讲 我看到网友已经在敲碗了 这个无人机长说敲碗复礼 但他后面又说做痕会出现 好 做痕今天不会出现啦 今天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政治一点迷 内幕全透明 欢迎我们的新闻部复礼 范启明 一伦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启明哥今天要持续带我们来讲一些内幕 还有一些观点 让大家比较能够知道这场战局在做什么 好 2024马上就要开打 我们刚刚看到侯友宜已经在出招了 说我20万给大家啦 你们来跟我一起嘛 就是合照 然后来挂看板 好这也是一种态度啦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气氛嘛 毕竟侯友宜正在追赶这个柯文哲 还有赖清德喔 好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20万够不够啊 我们知道看板蛮贵 尤其在都会区 要挂一个看板 这个可以撑到什么时候 非常贵 20万了 对 因为我特别有去问过 就是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有关于看板的支出 应该是最大的一笔 所以 侯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的确是有一些些效果 那我就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跟大家报告 因为在最近呢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们就纷纷收到来自侯伴的简讯 简讯的内容就提到 他们 侯伴愿意提供一些些帮助 一些些资助 资助的内容就是 他们可以提供四个看板 然后大概20万元 不过他们的用字有点委婉 就是希望所谓的母鸡跟小鸡 能够一起努力 来营造一个团结的气氛 那这样的一个用字呢 我们政坛就解读喔 是不是侯友宜是希望能够 这些小鸡能够用他们的合照 然后架设看板 来拉抬选情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20万 来交换 跟合照 合体的这个一个看板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大家也会好奇 要花多少钱 其实要花很多钱 而且可以撑多久 明年1月才选举 因为一个候选人是20万 国民党提名了67个区域立委候选人 我们这样算一下 20万乘以67 大概就1340万 其实是蛮大一笔经费 那这笔钱从何而来 因为今天刚好侯伴也公布 他们的募款的账号 大家就会好奇 会不会从募款账号来 侯伴是特别强调是说 这笔钱不会从这个 所谓的募款账号来取得 他们会再去寻求一些资助跟帮忙 所以这个钱不会从民众的募款而来 有没有效果 就是小鸡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20万他们反应如何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整个竞选的过程当中 的确竞选看板是一个最大的支出 举一个例子 台北市如果一个重要的路口 他们的竞选看板一个月的租金 你知道大概多少钱 不知道 大概4万块 这么贵啊 对其实是不便宜的4万块 然后因为你第一个月除了有租金之外 还有制作成本 譬如说是帆布的钱 譬如说是那个吊挂的车的那些成本 还有一些制作费用 第一个月大概是6万块 然后每个月就还要再花4万块 大家来算一下 20万刚好可以support他大概4个多月 可以到12月甚至可以到1月 如果他晚一点po上去的话 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台风季节 所以大部分的候选人是把竞选看板拿下来的 那可是按照侯伴的说法 以及这些小鸡的说法 在台风季节过后 他们会纷纷的把跟侯友宜的合照 因为他们也取得了合照的一些照片 会制作成看板 然后会放在重要的路口 让大家看一个所谓营造这个团结的气氛 几个指标性的人物啊 他们今天都有表态 像是王洪卫啊张四刚之前都态度有所保留 昨天访问的时候都有所保留 那到了今天他们都说他们会去挂这个看板 而且会去申请这个经费就是20万元 他们说反正不无小补 因为选举真的很花钱 有一笔20万的一个看板的支出成本 让他们可以去消化的话 他们是非常欢迎 唯一还有一个人目前态度还是保留的就是陈玉珍 对陈玉珍说挂刊板在金门没有用 对然后他说他到11月的时候 他才会做后续的评估 不过陈玉珍他的色彩也比较郭台铭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去问他 但是他的反应倒也不让人失望 是提款机 是对嘛你看女儿本来说要去中正万华选立委 然后呢现在太太李嘉芬也被呼唤出来了 好被呼唤什么呢 好像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是传出郭台铭的副手 好确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哇大家很惊呼喔 但这可能性高吗 马上成为一个话题啦 对 可是这个可能性从今天的发展来说 应该在消息面上是有一些些出入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个事件的发生 应该是昨天晚上就是有一家媒体 做了一个相关的报导 他里面的报导内容就是说 张化县的议长谢典玲 他就是挺郭大将 他的有一个政治幕僚叫刘坤李 就是一个前议员 他私底下曾经大力推荐 是不是来找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 来担任郭台铭的搭档人选 他认为这有一个很大的加分作用 并且在私下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串联 而这个消息报导 报导出来之后在昨天晚上 今天这个消息传到了台北政坛 就马上炸锅 就变得郭台铭已经锁定李嘉芬 好像煞有歧视了 对好像真的变成这么一回事 所以各方的反应非常非常的热烈 可是这个准确性的确是有一些些出入 所以在第一时间 韩国瑜方面就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 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李嘉芬他透过了浅秋 王浅秋就是表达了说 今天不是语言节 这是子虚无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然后韩半也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说 郭台铭锁定李嘉芬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 他也是用子虚无有这四个字 那当事人之一的就是郭台铭 郭台铭的说法是说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消息 好的确在消息面上是 的确是有一些出入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观察 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运作 因为今天就有人指出 郭台铭是不是已经在积极寻找他的副手人选 为什么因为他要为他的连署来进行准备 因为按照我们中选会的规定 就是如果你要进行连署的时程 大概是下个月的9月18号之前 你要进行连署没有问题 可是你必须要公布你的副手人选 所以你在你的连署单上 除了你郭台铭的名字之外 还要有副手的人选的名字 那今天传出了李嘉芬 虽然这个消息可能是有一些出入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 郭伴或是郭振英这边找副手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已经展开 我们也在持续的掌握中 所以等于说李嘉芬成为副手这件事情 应该是不太可能 但是他会有一个副手的传闻 就是代表他已经有一些 在运作是不是要进行连署 的政治化跟效应 好我看到老刘说 郭台铭已经锁定一轮当副手 但我要说 而且是不错 我可能不行 我可能不行 因为因为我年纪吧 因为我记得总统副总统 如果是50 对好像40 40 40 但是我还没到40 所以再等等我 太年轻了还不行 对 好刚刚 副理说到我们这个郭台铭 他也说他自己没有听过 好这都我们讲的 我们就来听听 郭台铭在全台啪啪照 今天去拜庙 他怎么说 郭台铭 你好 好 郭董来到餐序 要签名 要拍照 统统来者不拒 郭董旁边那位 有点眼熟 段树文两周前 才同台侯友宜 这次找来武党联盟挺郭董 全程 叮叮叮 陪敬酒 往前线 跑到前省 每个地方 我第一个 我要聆听里长的声音 要寻求基层里长支持 段树文再找来田园公参拜 但郭董这举动 实在是有点尴尬 段树文和里长们 与郭董闭门座谈 难道是要全力相挺了吗 你会全力支持郭董吗 好 自己会 不是 我只要为台湾好 为我们台湾 他的理念 我们地方都很认同 要支持谁 没名说台上的郭董致辞 坑枪有力 台下的听众也越听越激动 我们的年轻人 为什么要忍受这种 无能的政府 为什么 要把我换掉刀 要 要换人做也要有副手 传出郭台铭已经在尋匿 根据周刊报导 积极推动郭科合的 彰化县议长卸点灵系统 锁定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夫人李嘉芬 作为搭档 搭乘另类郭涵配 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再转到中立庙前开讲 郭董这话是在说给谁听 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庙前开讲 不管天空庙 今天母头庙 因为在这里 我讲的每一句话 人家说 人家在做 人家在看 每一句话将来都要实现 每一句话 都是老天爷会检验你的 透过神明检验 唤起支持者热情 TVBS新闻董优俊 周玉峰李宗泽 叶峰伟陶渊采访报导 好我看到威念谢在网络上说 会不会挖脚启明哥 启明哥的年纪应该是可以 启明哥你愿不愿意成为郭台铭 可能的副手 我应该能力还不行 口袋名单 能力还不行 你太谦虚了 目前因为政坛实在太复杂了 我们还是希望过一个比较平淡的生活 好 但是我也想问问观众朋友说 您认为郭台铭到底会不会出来参选呢 你也可以在留言板上 来跟我们一起的讨论 好还没有完毕 我们要再讨论另外一位 就是柯文哲了 好柯文哲最近 感觉他的战略有改变 对有调整 因为我发现他 出来受访的次数变少了 以前台北市长说 他真的是每天啊 有时候早上也给一次受访 下午也给一次受访 但现在怎么看起来有点 矩起来的 是不是跟他民调有关啊 因为好像常常出来讲话 很容易被抓到 可以被攻击的点 选举赛队他的确有一些调整 因为柯文哲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他的行程 是一天可以排很多个行程 可以让大家能够问好问满 就直求对决 不过这从这个民众党的党庆之后 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柯文哲大概只安排了三场公开行程 而且只有一场是正式的 可以让记者去提问 所以这跟之前这个我们问好问满 然后形成满党的这样一个 柯文哲来比较起来 的确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这也让这个 他的敌对阵营就找到了一些攻击面 他们认为是说 你是不是去见了一些牛鬼蛇神 包括了时代力量的委员 他们也提出了他指控 就是柯文哲是不是见了一个海线的大佬 林水树 林水树当然他是一个 有前科的人 可是 所以时代力量就攻击他 柯文哲是以黑仰白 有一个跟所谓有前科的地方大佬碰面 他们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影射跟攻击 那另一方面在今天也有一个消息就是 四叉猫也公布了一些照片 这个照片他也特地把那个跟柯文哲合照人的脸 用可能是贴贴纸 还是用什么马赛克的方式做处理 没有让外界没有办法辨识 来影射柯文哲是不是跟所谓的角头碰面 不过他并没有公布那个人是谁 我们记者有去问过四叉猫 四叉猫也说他不会公布 所以就是在这个 因为柯文哲没有公开自己的行程的情况之下 就有一些他跟一些所谓的牛鬼蛇神碰面的 这样的一些指控 不过民众党跟柯文哲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他们说就是他们很反对 这种所谓的贴标签的这个方式 那为什么柯文哲开始减少他的行程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可能跟他的民调有一点点下滑 是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因为民众党是内部开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是觉得说柯文哲讲太多话了 太多的行程 然后可能就会让人家抓到小辫子 可能就会出现失言的状况 然后增加攻击他的一些面向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决定 那我干脆减少行程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 两个礼拜的行程只有 两个礼拜的时间只有三个公开行程 只有一个受访行程 其实这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要怎么保持这个新闻的热度 柯文哲方面就是每天会公布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当然就是他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论述 或是大家对他的攻击的一些澄清 包括前瞻预算 包括了一些财政纪律 甚至是所谓的绿能蟑螂 每天都有公布这些影片 可是这个影片当然比不过柯文哲 自己出来直求对决的那个气氛 那个媒体喜欢抓柯文哲讲话的那种风采 那种申请或是一些语调 所以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明天柯文哲就有行程了 他会到花莲去 反正柯文哲的行程 我们都会持续的掌握 每一个候选人的行程 我们都会持续掌握 对但可能就是减少了这个对外的受访 会不会也影响到他的一些声势 因为这就是双面认嘛 大家喜欢看他就是直求对决的说话 很无厘头 选举还很长啦 对其实有一些 可能国民党讲的有一些 所谓跑马拉松的配数 那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阵营 都有他们配数的一些策略 目前看起来柯文哲是比较去低调 然后去减少他的行程 希望能够是不是养足精力 在后续的时候能够一拼他的总统之路 果然是郭台铭可以选来找副手的副理啊 这个想法确实跟我们这个 这个没有思考那么完全的人是不一样的 好刚刚傅里不是有讲到吗 说四叉帽最近PO了一个照片 就说柯文哲跟某个人站在一起 然后他把这个角头 把这个角头的脸给贴起来 不告诉大家是谁 好我们就来看这张照片 如果观众朋友你知道是谁的话 高快留言 两旁身穿黑色上衣的人合照 脸却被遮住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又被网红四叉帽爆料 疑似还有见其他所谓的牛鬼蛇神 反对这样子不时影射的爆料文化 如果他有什么证据牵涉到不法 或者是说他到底是跟哪一位角头老大来见面 也请他公布相关的照片还有大名 要四叉帽具名说清楚 因为四叉帽在脸书上说要低调 不敢乱写柯文哲消失的那四天 又去见哪些地方角头 不免让人怀疑 除了日前被抱在嘉义见的海线大佬 林水树 柯文哲还见了不少地方要角 不过四叉帽不回应 林水树 事实上民进党也有很多人认识 跟他周边的 比如说嘉义最大的金主叫陈云柱 陈云柱陈云柱你不认识吗 游习坤你们跟他目过款 自家政论再反击 柯文哲背说省影的日子 跑去哪都难逃外界手掌心 偏偏一出现讲任何话 政敌都有办法做文章 干脆用影片取代露面 不要相信亮点政治不可能 这几天几乎每天一支影片 谈理念或澄清真意 柯文哲8月自从党庆隔天起 6天有4天没出现 这星期原本到16号都没公开 14号为了高宏安临时露面 公开活动次数明显变少了 如果刻意安排让他出来的话 反而会落入很多的 这个对手阵营的打击面 会扩大很多的战场 甚至让他遭受到很多抹黑攻击 在这个时间点 让他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这样子会是比较具有效益的方式 不想老是挨打 柯文哲暂时舍弃鱼战法 避免被找破绽攻击 柯文哲要重新调整节奏 只是就算不公开讲话 自己的行踪也无所遁形 TV 别的新闻 话唱平地拼 台北报导 好所以站在柯文哲身旁两边的是谁呢 老刘说旁边是赖青的 好像不太像而且不太可能啦 好那William谢说 柯和赖目前的支持度都到了天花板了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件或异动 大概就这样了 Ashley后援会说 郭董执念很深应该会选 但最后可能没办法有决定性的影响 泪宋楚瑜吗 他讲问号 好确实老刘也说 柯文哲的空战已经到了高点 必须入战 我觉得大家对于政治的话题都 蛮有兴趣 非常清楚啦 因为的确就是 可能每天看一点名 也会比较有这个思考 我是希望跟大家有些意见上的交换 是是是 好那当然今天谢谢 这个新闻部副李凡启明 带我们分析现在这个 国民党民众党还有郭台铭 以及民进党的一些选情分析 谢谢副李 谢谢一伦 谢谢各位网友 好我们持续还要来关注到的是 另外一个话题人物就是 民进党立委赖品渝 他最近有一个新的绰号 叫做光电小公主 好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赖敬玲 现在是云豹能源的董事长 最近在网络上发酵的一个案件就是 台电最近说亏损 但有人调出资料发现他买绿能 是买一度亏一度啊 结果正好就跟赖品渝的爸爸赖敬玲 是云豹能源旗下有18家 这个绿能公司大家做了连结 所以相比之前館长在说 这个物化动漫时赖品渝很生气的出来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不过问到爸爸的事情 他逃给媒体追 那对于这样子的选举操作 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你怎么看这个问者讲绿能增了 21倍 他这个21倍 是不是因为绿店真的赚很多 面对质疑转头就走 名将立委赖品渝气扑扑 跑给媒体追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赖敬玲 遭质疑大赚绿能财 赖品渝更被戏称是绿店小公主 这些东西早就在我2020年参选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大量的被不实的资讯攻击过 那现在我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再次被拿来冷办热潮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不认识公主赖品渝替父亲喊冤 只是现在蓝营狂打 只赖敬玲旗下20公司 捐给新潮流政治人物上百万的政治现金 云豹能源声称持有不到百分之一公司股份 却拿投资者的钱捐款 难道是把公司当党产 政府提出了一些利多政策 让某一些特殊产业可以获利 然后之后这些特殊产业 在选举的时候再投桃暴力 然后变成是民进党另外一种 这个党产或者是金流的来源 蓝议员指过去1450网军案 就是用此手法 不要为了拼自己的声量 老是双标 用自己同样标准来检视国民党的人 用正正口水不断造谣的同时 你很有可能是打到自己人 绿营制作图卡反击 反酸国民党打脸自己人 这阵小公主坚毅恐怕断期不会平息 好三个月前台中捷运绿县 其实被这个掉币砸到 那现在台中市府是跟新复发建设 求偿2.6亿元 不过谈判破局 三个月前新复发一处建案 顶楼掉壁砸中台中捷运绿线 除了酿成一死十次伤的悲剧外 台中捷运部分轨道以及其中一节车厢 出现了严重的受损 车头车身多处凹陷 车窗玻璃几乎全碎 车内的座椅设备也都散落各处一片狼藉 市府也特地邀请了日本的技师 针对受损的车辆进行盘点 相关事项去做确认 那事实上已经不堪在修复 或修复之后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险的话 那我们就会做这个整车的这个 相关的求偿 江中据长表示 捷运列车是客制化定制 求偿金额是根据当初契约 加金单价来求偿 而每节列车的单价大约是2亿元 另外6000元是再加上其他设备 像是轨道以及服务的损失 总计赔偿金额大约是2.6亿元 海中市府指出新复发建设认为 这2.6亿求偿金额实在太高 想要部分项目减价 但是交通局强调这是没有折价空间 双方立场各自坚持 8月份将进入仲裁协商阶段 将各自推举相关仲裁人 除了整个流程还要3到6个月才会有结果 TVB 新闻程局局大返一台中采访 没错 父空刚刚抓了一下帽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就是 农历7月现在已经正在这个月的举行 大家要特别注意喔 不过在台北市的公宅 有人在停车场半夜喔 居然听到有人叫奶奶 小女孩的声音叫着奶奶 但往旁边一看 空荡荡的社宅停车场 凌晨2点一个人都没有 怎么会突然出现小女孩的声音 然后又出现 男子的笑声回荡在停车场 让半夜停车的民众听了狂起 但又是农历7月鬼门开 到底是哪个小女孩凌晨在停车场找奶奶 迷迭介绍原来是宣导交通安全的广告 在社宅停车场24小时循环播放 只是大半夜宣传影片 好像没那么宣传了 怪怪的 怕怕 就把自己吓坏了 这不妥 就算只是看影片都觉得毛毛的 更何况是半夜独自经历 民众不禁想问半夜也要宣导吗 可爱的小女孩变成了可怕的小女孩 尤其是今天是普渡的第一天 是不是在半夜比较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广告可以先暂停 不要再继续播放呢 我们是请停车场业者 去把它转成基因模式 其实宣导的效果还是在 但是就不会有声音出来 民众就不会感到害怕 听管处从善如流 不让民众心里有负担 也不让社宅停车场找奶奶 成为都市传说 TVBS新闻留言区 留意小伙家是杨沛宇 台北西方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